嗨大家好,我是悠悠,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水星顺行,沟通效率提升的一周 本周运势红榜,物性十足,双鱼座,台运观照,水瓶座,洞察满分,处女座 本周运势黑榜,感情艰难,巨蟹座,前路漫漫,天秤座,压力山大,白羊座 11月2日,逆行水星,行土星,思绪严重困阻,创意灵感难以发挥,工作或学习可能面临混乱,拖延 11月3日,水星顺行,错误投资,算错账,仪式物品等状况,都将逐渐好转,对事物产生不一样的视角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十二星座11月2日至11月8日的具体院士,参考太阳和上升星座 八阳座,综合院士三颗星,事业上压力很大,需注意职场人际,上下级关系 有些白羊可能会感觉精力不够用,事业瓶颈很难突破 感情上虽然不错,但沟通容易引发消极情绪 去避免过于现实,或者急于求成 有些无法达成共识的想法,可以耐心等待答案 财业上谋略能力开始提升了,负面的思想也将远去 本周在财务方面的判断将更清晰,也可能看到更多真相,有利投资理财规划 学业上钻研能量很高,适合通过和他人交流触发思考 但也容易有思绪卡壳的感觉 金牛座综合意识四颗星,事业上容易面临一些突发状况 文件、电脑数据、电子设备、网络信号都可能时不时短路一下 感情上很注重彼此关系和对方感受,也和周围人有紧密的关系 你的情绪状态比较容易受伴侣的影响 财运上可能感觉有些心累 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也可能让你感觉有些不适与受伤 好在通过努力沟通就能解决问题,依旧可以有不错的财运 学业上压力山大,思维感觉卡顿,考试和学业感觉紧迫 但慢工才能出细活 双子座综合意识四颗星 事业上专注的态度有助于集中精力完成目标 再难的状况也可以凭借意志力努力突破 容易在日常小成就中获得自我价值,发现职场能力 感情上非常注重双方的沟通,却容易因为发现了隐藏秘密 导致口角已不信任,而一些初步发展的感情则可能面临危机 财运上压力较大,如果有投资理财、债务、接贷款之类的事项 很容易发生资金流转不畅,甚至出现坏账等隐性财务压力 事业上虽然很有创意,有学习和探索的欲望 热衷于感兴趣的爱好或领域 但需警惕创造力受到干扰,思细卡壳 巨蟹座综合意识三颗星 事业上持续忙碌的一周 容易陷入家庭事务、合作关系、职场人际等沟通问题 需要充分发挥同理心,平衡多方立场才不会得罪他人 感情上可能有些艰难 有伴者话不投机半句多,容易冷战 单身者可能会触发悲观情绪,引发深思 财业上是处理家庭财产的时间段 部分人可能需要为房屋与家事开销 为家里添置新的生活用品 部分人可能收到来自家人的财务资助 学业上运势普通,适合潜心在家学习 部分人容易受到周围关系的影响 导致学习无法投入 狮子座综合意识四颗星 事业上面临沟通方面的问题 同事关系容易出现问题 需要反复调整工作方案 职场可能出现一些摩擦 感情上可能会收敛身心能量 变得有些敏感和居家 如果需要更多的沟通与安全感 可以尝试吸收周围人的意见 平衡一些观点 财业上普普通通 一方面工作方面容易有卡壳和不顺畅 另一方面意外花销可能增多 学业上发挥不稳定 想法也有些摇摆不定 可能因为琐事过多 健康问题或是太过疲惫之类的状况影响发挥 处女座 综合运势五颗星 事业上很关注周遭的各种讯息 观察能力很旺 有助于思考工作相关的种种事项 比如创造 谈判 办理文件 出差等等 感情上有些否定的想法出现 容易质疑关系 否定自己感受 或者再次看到关系中的问题 尤其可能因为财务问题引发争吵 财运上无需太过节制欲望 我建议一味的为了节省开支 而限制自己的社交活动 可以好好想一下有哪些可行的财富计划 学业上越是很旺 洞察力提升 是容易激发深度思考的一周 适合专注学业与考试 听证作《最后意识三颗星》 事业上十分努力 但容易因为合作 人际关系 家庭等方面 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相信你一定可以适应周围各种人际关系 感情上很想平衡他人的观点 但是容易被对方的咄咄逼人逼怒 也可能有家庭方面的沟通难题 有些事互不相让导致火药味十足 财业上专注财产的规划与赚取 可能会思考理财 如何让自己升职加薪 财产升职等等 坚定的力量有助于你开拓更多财富 学业上有很强的求知欲 但是思绪容易卡顿 本周不是你做决策的好时机 有些现实问题可能让你难以下决定 听诗作《综合运势四颗星》 事业上非常努力忙碌 但可能出现一些口舌困扰 最好谨言顺行 工作上的压力可能会渐渐浮上水面 不如做一点保守的规划 感情上 心思敏感 有非常强烈的直觉感受力 能够洞察对方的种种心思 那就多做一些能让你们开心的事情吧 财业上 需要先将生活和工作上的各种问题 一一解决 再考虑扑大财源的事 学业上压力很大 如果思绪跟不上繁重的任务 那就找个方式放松下 去避免临时抱佛脚 设手作《综合运势四颗星》 事业上 状态有些逃避和抽离 情绪可能会不知不觉产生 工作上显得不那么专注 一定要抓紧调整好自我状态 感情上虽然人员不错 但如果想要发展恋情 还是会遇到一些现实阻力 有伴的人士为了子女操劳 财业上压力很大 可能因为彼此价值观与利益方向不同 而无法继续合作 可能因为他人的缘故破财 卷入财政纠纷 职业上适合小组学习 团队作业 独立学习容易神游 或是受情绪影响 摩羯座《综合运势四颗星》 事业上产生奴隶出人头地的欲望 出入职场者 可能需要努力适应职场的各种关系 思考未来方向 职场老手 可以尝试改变一下工作模式 感情上社交欲望多多 愿意和朋友客户等各种人脉联络 但需警惕 因此而忽略家人 友人爱人 财业上妄自当头 但可能因为自身压力很大 感觉适多压身 一定要及时疏解身心 职业上状态不佳 容易感觉身心压力大 焦虑感重 需要好好调整状态 注意劳逸结合 水瓶座 综合意识四颗星 事业上对未来想法越发清晰 对前途的规划 可能会调动你身上的野心 本周适合定位自身方向 确定超越目标 利用资源与合作发展事业 感情上很注重理念沟通 目前很渴望分享彼此观点 在心智交流中产生共鸣 部分单身者可能有异地桃花 财业上还不错 迎来了事业高峰期 虽然很多事情还在规划中 但未来可期 学业上可能会经历一番思想斗争 去避免钻牛角尖 深思熟虑才能明哲保身 双语座综合意识五颗星 事业上出行力运很旺 是发挥直觉 好好钻研业务知识的时候 工作上有力做计划 定位长远方向 或者参加培训考核 感情上有些不信任感出现 目前想法很敏锐 可能产生一些哲思与洞见 但却很难找到周围的公民 财业上可以嗅到端倪 却犹豫不决 无法决策 部分人需要为合作资金 夫妻共同财产 他人利益 效劳奔忙 学业上精神层次提升 有望开阔视野 本周立旅游签证 学业备考 论文移民 法律贸易事项的进展 点赞转发 言声开挂 拜拜 字幕 李宗盛